主内平安 我们五堂这年纪的时间 都是在讲《撒母异计》的系列 不经不觉 《撒母异计》的讲道系列 来到第35讲 也是最后的一讲 记得在前年9月的时候 我当时是负责第一讲 讲《撒母异计》上头那两章 我是以第一身的讲道模式 去讲道的扮演哈拿 用一个first person preaching 去讲《撒母异计》头两章 今天也会讲到 《撒母异计》下最后的两章 我们也是时候从不一下 我们这年纪以来 看《撒母异计》 看了什么重要的内容 在《撒母异计》上 我们看了神立《撒母异计》 去取代以利去做祭司 然后百姓就要求立一个王 去取代神自己 然后神就立了大卫王 去取代素罗王 《撒母异计》下 就记载到大卫在希伯伦作王 之后大卫就在全国 做以色列的王 然后就讲到大卫的失败 他犯罪 家辩 国家叛变 最后就是讲到大卫事迹的父录 我们今天讲第23至24章 都是属于D这一部分 好像讲大卫一些琢碎的东西 虽然这里就写附录 但作者会不会记载一些无谓的东西 在书卷里面呢 不会的 所以尤其是在书卷最后面 作者都是记载一些重要的东西 其实今天我们就会看大卫 他人生的高峰一些事迹 所以今天的讲题都是叫做人生的高峰的 讲到人生的高峰 弟兄姊妹 你想不想都是攀到人生的高峰呢? 可能你工作很忙碌 你生活很忙碌 可能你结婚了孩子之后 你的灵命就由高处跌到低谷了 如果你看回你现在灵命的状况 你觉得是哪个位置呢? 但是高峰这家东西不要紧的 就是上了去下来可以再上去 或者你觉得现在灵命都OK 都不要紧的 高峰是没有最高 只有更高 所以我们可以再创高峰 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在经文里面 从大卫身上学习 如何去判导人生的高峰 我们看这两张经文的时候 我们之前一起去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使用这两张经文 向我们说话 求你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 教导我们应该如何继续去成长 行在你的主意里面 我们的祈祷奉耶 苏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我们今天就会用新译本 去看经文 我请大家去读 《撒母耳记》下23章1至4节 预备起 《撒母耳记》下23章1至4节 《撒母耳记》下23章1至4节 这几节就是大卫末了的话 那他如何去形容他自己呢 我们看颜色的字 第一节就是 黄色他说他自己是被高举的人 然后又是神所高纳的 神所高纳的就是什么角色 即是黄了 他形容自己是神所高纳的黄 那这个黄如何去统治他的国家呢 第三节就是黄色字 就是他以公义去统治人 由全敬畏神的心去施行统治的 所以是不是一个好的皇帝呢 都是形容自己是一个好的皇帝了 他除了是黄之外 他还回到第一节的美绿色字 他还是以色列美妙的诗人 大卫作了很多的诗篇 基本上这几节都是一首的诗歌 除了是诗人之外 第二节提到 他神的灵是借着大卫去说话 神的说话在他的舌头上 所以他也是有一个先知的身份 这几节就提到大卫有多重的角色 是先知 是一个好的皇帝 又是诗人 又是神秘高举的人 这就形容了他人生的一个高峰 接着第五节请大家读一下 预备 起 这一节大卫提到 神和他立了一个永远的约 英文是 An Everlasting Covenant 这个约是非常之重要的 其实在之前第七章已经出现过了 神这样和大卫说 你的家和你的皇国也必在我面前永远坚定 你的皇位也必永远坚定 神在第七章就给了这个应许这个约给大卫 所以大卫他觉得怎么样 他觉得蓝色字很稳固妥当 即是很安选坚定 有一个这样的应许 还有这个约其实都预言到尼赛亚的 因为尼赛亚是大卫的子孙 他将来就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掌权 直到永永远远 大卫的成功就不是靠他自己一个人 都是有一帮人去帮他 所以第八节开始就提到大卫的勇士 大卫的勇士有什么人呢 第八节以下是大卫勇士的名字 有阿底罗 他曾经在一次的战役里面杀死了800人 其次就是以利亚撒 从前非利士人这些敌人在巴斯达文聚集要争战 那时候以色列人就向上撤退 即以色列人都要撤退了 都害怕了 但是第十节这位以利亚撒 他就起来 他没有走到 他还击杀非利士人 直到他的手疲乏武力 紧贴在刀把上面 黏住了把刀 那一天 耶和华使以色列人获得了大胜利 这个great victory 有一个大胜利都是神去帮助他们的 十一节其次的勇士就是沙马 非利士人聚集在希利 那里有一块田掌满了红豆 众人都从非利士人面前逃走 那些人又是很害怕的就走了 但是十二节 沙马没有走到 他留在那块田那里 站稳脚步 保护了那块田 又击杀了非利士人 耶和华又使以色列人获得了大胜利 那又重复了这一节的说话 当圣经重复出现的内容的时候 代表那个内容是怎么样 非常重要 所以就强调以色列人得到胜利 都是神去帮助他们的 还有十八节就是勇士都包括弱压的兄弟亚比西 他是三十勇士的首领 他曾经灰茅枪杀死了三百人 还有比利亚 他是一个力气很大的人 他做过很多的大事 他曾经击杀了摩押人的两个勇将 他还击杀了一个体格高大的埃及人 到二十四节了 这里讲到三十个勇士当中有这一群的人 比较特别的出现过的就是 有绿色字的阿萨克 还有三十九节的客人乌利亚都出现过的 他们之前出现过都已经死了了 无论是打仗被人杀死还是怎么样 已经死了 所以三十九节最后说勇士总共有多少人 但是有三十个勇士 就是说有些的勇士他们牺牲了 但是会后保其他的勇士 以至经常都有三十个勇士砌够数去打仗 二十三章这里就是讲到大卫他事业上的高峰 同时也是讲到这三十七位勇士 他们事业上的高峰 讲他们有什么威水史的 其实刚才我只是讲了一部分 如果你看回第二十三章 其实就很仔细记载他们有什么英勇的事迹 打仗就不可以一个人去打 就要整个团队一起去争战 在大卫这个团队就有这三十七位勇士 跟他出生入死 但是在团队里面的主角是哪一位呢 是不是大卫呢 不是 是神了 是上帝了 因为如果神不帮助他们 他们多大力 力大无穷都不会打胜仗 所以我们看第一个的熟灵功课 就是侍奉的高峰 就是侍奉怎么可以有果效 攀到高峰呢 就是需要一个什么团队呢 与神同工的团队 在这个与神同工的团队里面 当然有人啦 就是人人都要做他应该有的责任 有王在他以公义 以一个全敬畏神的心去统治他的国家 然后有一帮勇士 就是很忠心去争战的 就是打到没力 只手黏住在刀柄那里 都是继续去打的 除了有王和勇士 当然是有神和他们一起同工 以致他们可以战胜仇敌 弟兄姊妹 不知道在你的侍奉里面 你的团队是不是一个与神同工的团队呢 你有没有见过与神同工的团队呢 我就是负责一个积清团契 和萨那团契 我们去年十月去了一个文化体验 我们就去了泰东北 一个叫伊珊 伊善地区的地方 我们有八位的团友 和我们两位同工 十个人一起去到这个地方 去做一些圣诞节的报道活动 在这个报道活动里面 有什么深刻的经历呢 我让队员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队员就说 感谢你默默地预备短宣 精心简选诗歌、经文和安排 大家带领灵修 每天分享 丰富了短宣之旅 让大家在旅程中仍然与主相遇 这位队员就分享到 其实我们每天都会有亲近神的时间 我们不是只做的 就是很忙啊 我们都会刻意安排一些时间 亲近主去敬拜神 另一位队员就这样说 他说这八天的文化体验 我的眼目只是定睁向神 做神的工作 心里有无比的喜乐 因为我们很专注 就是我们很专注去亲近神 去侍奉 看到神的作为 所以我们都是很满足、很喜乐 有一天就是圣诞节那天 25号 我们就在一条村里 去搞一个圣诞的报道会 你看到我们穿成这样 你猜我们做什么了? 是的 我们会做一个默剧 基本上不懂得说话 因为我们不懂得说泰文 对象是泰国人 如果是瘦瓦迪卡 我们不懂 我们就做默剧 这部剧就是去讲 这一种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 那这条村里 我们在右边 你看到是搭了个台 有些布置很光的 有人在台上 我们就在台上表演 然后你看看左边 突然间我们发现 咦!来了两个人 一男一女 他们就蹲在这里化妆 我们又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因为我们知道的流程是做什么的 没有他们两个人的 那后来呢 就先知道 原来他想趁我们搭了这个台 又有灯响 又有灯光 又有两百名村民在这里 他想利用我们这个台 去表演他们自己的东西 那你见到这个男的 就穿成这样 那我们相信 他应该会搞场大龙凤的 准备出场了 如果你在现场 你会怎样呢 赶他走 不懂得说 不懂太吻 那可能会祈祷 也不知道怎么做 那里有十个人 我们都是分工合作 没有人有自己的岗位 其中有一位的弟兄 他就负责去 传一些代讨事项出去 每天都WhatsApp 香港的团伴 我们有什么需要代讨 在那一晚 他就马上传了 刚才那张照片 以及以下的代讨事项 就像是现场报道那样 不知怎样算好 活动中好像有 一群人妖的自己来了 和租音响公司是有联系的 好像要上台表演 如果他们上台表演 村民就会以为 是我们基督徒请来的 希望上帝 拦阻一切伴到人的事 他们就传了这个代讨事项 其实他们不是人妖 来的宣教士 说他们只是跳一些 religious dance 一些他们民间信仰的 可能是宗教的舞蹈 就是一路唱一路跳 一路敬拜他们的神明 那后来 我们真的表演完呢 他就真的上了台了 又唱歌又跳舞 那怎么收科呢 那后来 弟兄也有 发布代讨结果 我们很快 即刻就会发布 那一晚 他说 刚才活动完结了之后 我们即时就上台 拆了布置 村民看到完结就回家了 到疑似人妖上台的时候 只剩下10个村民在 他们见没有人 唱了两三首歌 就下台收场 这样已经将误会减到最低 弟兄姐妹 你见不见到神 和我们一起同工吗 因为如果不是神在背后工作 他们想搞长大龙凤 是不会成事的 就是神因为在当中工作 他们想做的事 他们都做不到 你猜是不是人可以赶走他 人是赶走不了 是神总之就在当中去做工 当我们祈祷的时候 神就听祷告了 以至只剩下10个人 那他还有一个女的 其实已经化了妆 穿好衣服 但是他见到只剩下10丁人 那女的女人都没有上台去唱歌 就收档了 所以当中我们经历到 神自己的作为 那看回这件事 人有没有出力呢 有的 我们好像大能的勇士 咦咦咦咦 就拆了东西 搬走这些椅子 二百张椅子 一拿走 那有没有依靠神礼当中 有 我们除了职场祈祷之外 我们还叫香港的大英姊妹一起祷告 相信神就是听了我们众人的祷告 以至有这个结果 这只是这次短书里面 其中一个经历神的一个深刻的事件 其实还有很多神的作为当中 所以 去回我们的熟灵功课 就是与神同工的团队 有这个团队 我们侍奉就可以去攀上高峰了 弟兄姐妹 你想不想你的团队都成为 这个与神同工的团队呢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其实做就是 不要只是做 不要只是专注在你要做的事上面 而是多些去亲近神 就是可以事奉之前一起去祈祷 一起去读经 去敬拜神 去分享 那有一个祷告 就是当我很危急的时候 我就会祈祷的了 祈祷就是 主啊 愿意祢让我见到祢自己的作为 当我这样去祈祷的时候 上帝就很大方 很敬慨 很慷慨 祂是不论识 厚似众人的神 祂就会听我祈祷 我就会见到祂的奇妙的工作 那大家也可以试试这样站 神啊 让我见到祢的作为 那愿意神去帮助我们 成为一个这样的团队 就是与神同工的团队 让我们的侍奉可以直攀高峰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学到的 熟灵的功课 第二个熟灵的功课 就是在下一章 二十四章 讲到大卫另一方面的高峰 第二十四章一节 请大家去读这一节 预备 起 这一节 讲到神向以色列人发怒 发怒 相信 就是以色列人做了一些东西 伯逸神 神不喜欢 所以就发怒 神就不会无故发怒 但是这一节 没有解释以色列人做了什么 以致神发怒 就是说了 神就激动大卫 就是去挑动他 引发他 去做一些东西 那句说话 就是神同大卫去说的 就是大卫 你去数点一下以色列 和犹大的人数 这个目的 这里有讲到 就是希望以色列人受害 因为要惩罚他们 因为他们犯了罪 接着第二节 就讲到 王 大卫王 于是就对若鸭和徐崇 他的军官地说 你们走遍以色列的各国之牌 从旦到别士巴 旦就是最北的地方 别士巴就是最南的地方 你从最北走到最南 你都要去数点人数 让我知道人民的数目 第三节 若鸭听了之后 就这样回答王 无论人民有多少怨耶和华 你的神再增加一百倍 又怨我主我王 亲眼看见 不过我主我王 为什么喜欢这件事呢 其实这里 约额都叫大卫去暂时 究竟 是不是真的需要去做这件事呢 是不是真的要数点人数呢 不是吃饱饭 没有东西做 又弹到别士巴 都要有时间走的嘛 但第四节 王的命令 若鸭和众军官都不敢不服从 那之后 那么我们唯有去做吧 那便数到多少人呢 第八节 他们走遍了全地 过了九个月 又二十日 就回到耶路撒冷了 第九节 若鸭就将数点人数的数目 就向王情报 在以色列中能够拔刀的勇士 就有八十万人 犹大总共就有五十万人 那一共有多少万人呢 一百三十万 是兵力可以去打仗的 那你觉得多不多呢 一百三十万 都多啊 今天美军 他现役的军人 就是全职做军人 就一百三十多万 所以当时以色列的兵力 跟今天的美国 是真的都差不多 大卫知道了 他有一百三十万的兵力 他会不会开心一点呢 你猜 好了 我们看完第十节就知道了 请大家读第十节 预备起 他知道了自己这么多兵力 他没有开心到 反而是良心一直不安 做错了什么事呢 人口普查 知道嘛 我们经常都做人口普查的 为什么会做错事 犯了大罪呢 有两个可能性的 第一个可能性 就是大卫可能心里面 骄傲了 就是 我数一下有多少人 等我可以夸口 有一百三十万 所以我经常打胜仗了 这个第一个可能性 第二个可能性 就是可能他在人口普查这件事上面 没有跟随耶和华的律法去行 其实在出埃及记三十章 圣经也是很详细去记载了 当他们数点人数要做些什么 就是黄色字要将这个属价 归给耶和华 如果他不敢做 第十二节 尾那里就说 如果你不敢做 你们中间就会有灾病的了 十三节 那些被数点的人 每人要照着圣所的标准 献银子六黑 这六黑的银子 就是归给耶和华的礼物 凡是属于那些被数点的人数 即是 二十岁以上的男人 就要将礼物去献给耶和华 所以第二个可能性 大卫犯罪 就是他没有跟摩西的律法 去将这个属价归给神 以至得罪了神 也有第三个可能性 就是两个人都失败了 心里面又骄傲 又没有跟摩西的律法去做 大卫犯了 那就聚了 那发生什么事之后 请大家去读 第十一至十二节 预备起 对了 我觉得神很有趣 就是让他选三选一 你要选哪一个做惩罚呢 那我们看看有哪三个选择 让他选择了 第一个选择 嘉德先知就跟大卫去说 你要选 第一个就是国中有三年的饥荒 还是第二个呢 在你的敌人面前逃跑 被追赶三个月 还是第三个选择 国中有三天的瘟疫 大卫你现在要想一下了 决定我应该用什么说话 去回复差我来那位的上帝 第十四节 大卫就对嘉德说 我非常为难 不知道怎么选择 我就给大家一个机会 去表达一下你的意见 如果是你 你会怎样选择呢 看清楚了 三个只可以选一个 选错了 就很大件事了 好 想好选谁了 我们做一个民意调查 你选择了一个 你就可以举手 你就可以举一次而已 谁会选第一 国中有三年的饥荒 请你举手 饥荒 大家都很想吃东西 没有人选饥荒 一个都看不到 好 选第二的 在敌人面前逃跑 被追赶三个月的请举手 咦 多一点了 四成左右 都挺多的 因为大卫自己 被敌人追赶而已 你自己搞定它 好 第三 就是国中有三天的瘟疫 谁选这个 请举手 好像少一点 是的 短一点 三天 不要选三年 这么凄惨 是吧 可能是这个原因 好 那我们看一下大卫 如何选 请大家读这两节 预备起 大卫选择了哪个 选择了三个 他没有像你们最多的民意调查 选择第二个 他不想被人追杀 他说明 他说情愿落在神的手里面 不要落在人的手里面 所以就有三天的瘟疫 在以色列地 死了多少人 七万 还有英文我们看到 是男人 所以他们有130万人 可以去打仗 当中神就已经在这三天里 削了5%的兵力 削减了男人的兵力 那之后发生什么事呢 第十六节 当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 要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 耶和华就后悔去降 这个再和和 就对要毁灭众民的天使 这样说 够了 现在停手了 那时候耶和华的天使 在耶布斯人阿努纳的打和墙那里 这里提到一个很特别的动词 是什么 后悔 其实圣经里面 很少提到 是神后悔的 在撒母耳记上提过一次 就是神去后悔 去立了扫罗做以色列的王 在这卷书里面 撒母耳记下 唯一在这里出处 就是神去后悔 去降这一个灾和 神后悔的意思 就是神去改变自己的心意 本来就是 他用他的公义的原则 就是你有罪 然后你就这样选择了 你选择了是灾和了 灾和临到你身上 但是神就是暂时放下 他公义的这个原则 然后他决定 就是用他的恩典 怜悯去对待他的八成 所以神就是改变他的心意 就这样做了 就叫天使去停手了 所以在这件事上面 我们看到神 真的好像大卫那样说的 神有丰盛的怜悯 第十七节 大卫看到那个击杀人民的天使 就对耶和华这样说 犯了罪的是我 行了恶的是我 这一群羊又做了些什么呢 求神你的手攻击我 和我的父家吧 这一节 其实是一句很严厉的说话 因为他求神是 你杀死我吧 你杀死我家 你不要杀这些百姓 你看到他是一个什么的皇帝 就是一个很爱去子民的皇帝 真的向神去哀求 求神不要伤害这些百姓 到第十八节 那一天加德来见大卫 就对他说了 你上去在耶布斯人阿努纳的打和墙那里 为耶和华立一座的祭坛 神的命令临到大卫 十九节 所以大卫就跟着加德的说话 正如耶和华所吩咐的 上去这个打和墙那里了 二十一节 阿努纳就问 我主我王 为什么你来到仆人这里 大卫就回答 是要向你买这个打和墙 好为耶和华捉一座祭坛 使民间的瘟疫可以止住 二十二节阿努纳就对大卫这样说 我主我王 你看看什么好 就拿去献上 你看看这里有牛 可以做凡祭 又有打和的器具 和兔牛的鞋 可以当柴烧 王呀 这些一切阿努纳都奉献给你 那你猜 大卫会不会接受他的好意呢 不接受 先看看 好请大家一起读 最后的这两节 预备起 这些阿努纳都奉献给你 是的 跟你们所估的一样 大卫王没有要到阿努纳给他的东西 他说 不可以将八八得利的东西 去献给上帝 于是就买了那个打和墙 而这个打和墙 后来就不用来打和了 就变成一个祭坛 当大卫去献祭 神都听了他们的祷告 和瘟疫也都停止了 那就代表神是喜悦 大卫所做的这些一切 就停止了瘟疫 虽然这两节 好像平平无奇 但其实是这一卷书最后两节 其实都是很特别的经文 我们看到这两节是由一个打和墙 然后变成一个祭坛 其实之后会发展到 大卫就叫他的儿子所罗门 在这个祭坛起圣殿 所以这个打和墙 对于以色列人来说 是一个盼望 提到这个地方有祭坛的时候 其实这个结尾是 他们展望将来的一个结尾 所以这个结尾 也是一个很好的结尾 就完结了整卷的 撒母耳记上下的书卷 如果你回去看历代至上二十二章 就很仔细交代 这个打和墙 怎样去将来成为了一个圣殿 好了 真的看了这么多章的撒母耳记 我们又看看熟灵功课 第二个熟灵的功课就是 灵命的高峰 当我们说到大卫 他熟灵生命的高峰 其实都要看回他的低局 看回他的最低点 才可以形容他现在的高峰 那记不记得大卫 他熟灵生命的最低点 是发生了什么事件 拔士巴事件 拔士巴事件 就是什么事件呢 就是刚才出现了那位勇士 就是客人乌利亚 乌利亚就出去打仗 老婆就在家里 大卫就有空没工作 然后就装到他老婆 洗澡 看见人家漂亮 就伺着自己是国王 就叫拔士巴去皇宫那里 然后就和他行人 然后就搞大了人的肚子 为了掩住这件事 他就很诡诈地借刀杀人 就杀了乌利亚 他老公 然后之后就可以娶拔士巴 做他老婆 那见到这个拔士巴事件 你见到大卫 他犯的罪严不严重 又奸淫 又杀人 贪恋人的妻子 又很狡猾 其实这些罪都很严重 所以我们见到 他是灵命的低谷 那他有没有认罪呢 我们看回十二章 三个月记下十二章 就讲到 神就差派拿丹先知 去见大卫 跟大卫说了一个比喻 比喻就是说 有两个人 一个有钱的 一个很穷的 那个有钱有很多牛羊的 那个穷的只有一只母羔羊而已 第四节 就讲到 这个比喻里面讲到 有一个客人 就来到库庸那里 他就不舍得去杀自己的牛羊 就拿了穷人的那只母羊羔 去款待那个客人 那么第五节 大卫听到这个故事之后 就很生气了 就对拿丹说 我只着永活的神去起誓 做了这件事的人 该死 他必须四倍去赔上这个羊羔 因为他做这件事 因为他没有怜悯的心 大卫迟不迟钝 迟钝 他听完整个故事 他都在 他不觉得是在说他自己 还在说到理直气壮 第七节 那拿丹就跟大卫说了 你就是那个人 耶和卫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你用刀击杀了客人乌尼亚 娶了她的老婆做你的妻子 你又藉着亚蛮人的刀杀了乌尼亚 所以从今以后 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 然后耶和卫还是这样说 我必从你家中 兴起祸患攻击你 然后要报应你 所以我们之前看过的经文 就是他有家变 然后国家有叛变 就是因为这个拔士巴士事件 十三节 说了这么久 我说到口水干了 然后大卫在十三节才说 我得罪了耶和卫了 我会想 你不是抢人老婆那一刻 就已经觉得得罪耶和卫了吗 为什么你到第三节才说得罪耶和卫 所以我们在那两章 看到大卫的灵命 是一个低点 是一个低谷 我们再看回今天的经文 就是到了二十四章的时候 大卫有什么不同 二十四章第十节 大卫完全不需要别人提 他自动自觉 他良心不安 他就同神地祷告 就是我做了这件事 犯了大罪 英文是 I have sinned greatly 就是在神面前 他没有遮掩他的罪 他真的觉得自己是错得很教官 然后蓝色字继续 耶和卫说 现在求你除去服人的罪业 因为我作了一件非常糊涂的事 I have done very foolishly 你看到他同神的祷告 敢不敢受到他的emotion 那个情绪是怎么样 很后悔 很自责 很自责 很内疚 那么十七节 他就再一次地说了 犯了罪的是我 行了恶的是我 I have sinned and I have done wickedly 神啊 你的手攻击我 所以从第十七节里面 都是看到大卫是很自动自觉地去认罪的 所以我们归纳到属灵的功课 就是属灵生命的高峰 这个高峰是怎么样呢 大卫的高峰就是 勇于向神认罪 我们看到 他在二十四章和十二章已经很大的分别了 在这里他是自动自觉地去认罪 还有很有内疚后悔的心 你会不会想 其实属灵的高峰不是应该是不犯罪吗 从不犯罪或者是绝小犯罪 这样才是属灵的高峰 你会不会这样想的 但是我们会不会从不犯罪或者是不犯罪呢 不可以 因为我们的罪性仍然在里面 虽然耶稣基督洗清我们的罪 但我们仍然是好像大卫那样 在罪里面会挣扎 我们看到大卫刚才说 哇 很坏啊 他犯罪很严重啊 但我们似不似他呢 大卫数点人数 心里面骄傲 你有没有一些东西是 你数点的 然后呢 然后你心里面会 骄傲会夸口的呢 都会的 可能是夸口 哇 这些子女多厉害 全靠我而已 你看我多少资产 我多厉害 所以我们跟大卫在这方面差不多 大卫他贪恋人的妻子 我们有没有贪恋人的东西啊 看到 又想要 有啦 心里面有贪恋 大卫他犯奸淫 有没有呢 可能我们没有搞大人的土 但是呢 耶稣说 当你见到那个妇人 你心里面动淫念 那你就是犯了奸淫 那所以呢 我们 都有做过这些 这样的事了 那大卫去杀人 有没有杀过人啊 耶稣说 你怎么做就是杀人啊 当你 向你的弟兄发怒 你说他蠢的时候呢 你就好像杀了他那样 有没有啊 我们有没有这个罪啊 糟了 我们基本上和大卫是一样的 所以 这个熟灵生命的高峰 其实不只是描述大卫 跟我们都是息息相关 如果大卫他勇于向神认罪 他就攀到人生的高峰 你和我今天 都是可以同样勇于向神认罪 都是去到人生的高峰 新药呢 都是差不多有这样的教导 请大家去读 《约寒一书》一章九至十节 预备起 《约寒一书》一章九至十节 因为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 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 钉在十字架上面 为我们赴上到罪的代价 他就是那只代罪羔羊 所以今天我们认罪不需要好像大卫捉个祭坛 然后献上牛羊 因为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耶稣就背了我们的罪债 他还要一次过去 为我们赴上这个属价 所以我们是需要耶稣做我们的救主 我们看完整卷的《约寒一书》 我们都很清楚大卫的遗人 大卫是什么人 他不是一些从来没有犯的罪的圣人 他不是圣人 大卫的罪其实都不少东西 你和苏罗王相比 但刚才我们看《约寒一书》上司 就是神立大卫取代苏罗王 但如果我们看完整卷的《约寒一书》 为什么有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神不找另外一个取代大卫王 他做这么多坏事 之前取代苏罗王 现在取代大卫王 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大卫纵然经常都是犯罪 但是他每次犯完罪 他都是会回转 他会归向神 他不停地认罪 自责 他知习的 所以他说很多认罪的说话 弟兄姊妹 你似不似大卫呢 我们如何在大卫身上学习呢 神要求我们勇于认罪 你记得你上一次很认真地认罪是什么时候呢 不记得了 都不知道认了什么了 我们怎样可以很敏锐圣灵的督摘 提醒我们 就是我们要认罪了 无论是刚才说的那些 生气 贪心 基本上经常都会发生的 教会有哪个聚会 可以提供一个这样的空间 让我们可以长时间安静 去回想最近发生的事 然后向神认罪呢 教会有哪个聚会 你能想到的 跟祈祷有关 当然是祷告部做的 就是这个教会物想祷告会 每个月第四个星期三晚 我们在十八楼都有这个祷告会 今年的主题就是与神相遇 未来就是下个星期三 就是三天之后 二十七号晚就有这个祷告会 上个月有一位肢体去完祷告会 就这样分享 他就说 真心多谢团队丰富的熟灵言直 心灵吸洗滴更生 享受与神相近 如果这位肢体 常常都保持心灵洗滴更生 你觉得他的灵命 可不可以直攀高峰? 你想不想你的心灵都被洗滴更生? 好了 另一位肢体的分享 我也很感动 他就写了一大篇的分享 我折录了一点 他提到 祷告会有一部分 就是为自己祈祷的 他就说 我很认真地去思考这几天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我很少很认真地向天父感谢 一些感恩的事 但是今次有时间去感恩了 真的很认真地去感谢天父 之后牧者又叫我们 将最近不感恩的事 亦都跟天父去倾诉 我就想起了得罪家人的一件事 我求天父去欢恕联敏我 心灵的重担就顿时被神赏下 感到释怀满心欢喜感谢天父 我看到这个分享之后 真是神很厉害 其实这个物想祷告会 只是什么都没有做 就是你祈祷 但是他就跟神谈了这些事情 当中有感恩 有认罪 接下来我都会用这段时间 去带大家做这一个部分 就是为自己去祷告 去认罪 让我们去学习做一班 勇于向神认罪的群体 我请你把手上的东西暂时放下 让自己安静下来 你也可以闭上雙眼 我请AV的同事 去播一段音乐 让我们可以专注 让我们安静下来 来到有丰盛联敏的主面前 我们仰望主 我们仰望主 也都仰主 去仰望着我们 我们仰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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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么感受呢 尝试用一两个合适的形容词 去描述你的感受 接着我请你和主去分享 你一件失脚的事 和你当中的感受 主耶稣百分百的人性 绝对能够明白你的感受 接着你可以祈求主的耀术 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公义的 必定赦免我们的罪 结证我们脱离一切不宜 最后我们以主土文作结束 我们在天上的福 愿人都尊你的命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